大家好,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 自从前几天 以色列远程遥控黎巴嫩境内 数千部熊呼机、手机、对讲机 同时爆炸之后 咱们中国这边获得了一些机会 很多中东的顾客要求 他们这边使用的电子产品 必须是由中国独家生产全部零部件 由咱们大陆生产组装 直接从咱们中国大陆运输过去 来看一下 比如说由于黎巴嫩这边的台湾产的巡呼机 日本的对讲机等接连爆炸 不论是医护平民还是珍珠党 无差别都遭到了大规模杀生 等于上期咱们节目也说了 以色列等于开创了一个先河 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就是由国家来主导 实施一些完全是恐怖主义分子才会使用的行为的一些手段 这也算是牛逼了 因为你在全世界内都看不到这个级别的事情 可能上一次看还是像日本 还有像美国 比如美国对东京进行人烧弹的大轰炸 还有日本往美国本土抛这种带有炸油的气球 当然了就是二战时候 可能很多人意识不到什么是恐怖主义 一般来说你对平民进行无差别杀伤 这又算是一种恐怖主义 所以二战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各种国际公约什么的 就禁止对平民进行杀伤 你要说我发来发飞弹 不小心把平民给炸了 这个咱们另说 但是像这种民用产品 雄狐鸡对讲机手机等等 他们如果说被你预装了炸药 等于你是在用一种恐怖来去干扰整个雷巴嫩的这些平民的生活 就堪比说如果这不好理解 换一个例子就堪比什么呢 堪比是你往人家敌对国家的水井里投毒 你说我的目的是毒死当地的守军 让他们断水断粮 OK那这口井是只有部队喝吗 当然不是了 平民也在喝 当然你可以去诡辩去狡辩说 那你为什么不把平民和你们的军队给分开 军队喝军队的水 部队喝部队的水 你看这属于就没有下线了 那平民还吃面包呢 部队也吃面包呢 你是不是以这个理由来说的话 你也有这个底气 往面包里下毒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自己干这事呢 就属于生还在没品 总之呢 中东这边人都比较恐慌 尽管呢这回被炸的是这个 黎巴嫩一个国家 甚至他是说 主要针对的是 真主党控制的地区 比如贝鲁特啊什么的 这要周边吧 但是很明显 以色列之所以能这么干 是因为他骨子里呢 是敌视索尔姆斯林 别看呢 他现在主要针对的是像这个逊尼派 说透了啊 那个什叶派 就是伊朗那一挂 但是呢 我觉得脑子只要正常的 这个中东的阿拉伯人 应该都清楚 这本质上啊 是有两个教派之间的交易之争 无非就是说呢 迅尼派就是像沙特阿拉伯那边 因为有美国这边去做宝吧 可能关系稍微好一些 但是你让这个以色列呢 去全面支持迅尼派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竟他还是异教徒 你要说呢 他不是这个伊斯兰教 那好说 这是个基督教徒 对吧 他觉得哦 那只可能跟我们呢 关系比较大 一些恐怖主义行径呢 就不太方便呀 这个对他们去使 因为很容易呢 引起这个安克术萨克逊 就是欧美那边人的反弹 对吧 那那基督教啊 咱就可能不使这么下灿烂的招数了 但是呢 对于这个伊斯兰教啊 那叫吞诺斯拉斯拉的 所以呢 几乎所有的中东人 都有这种危机感 就是今天他能炸的是熏呼机 手机BB机 而且呢 看起来好像只针对 像是珍珠党啊 这些什叶派 那哪天 对不对啊 是不是 我也是 因为我也是什叶派的话 就该轮到我了啊 如果什叶派他都 都不住了啊 战争扩大化 那是不是哪天 他那个逊尼派他也炸啊 所以中东人就很容易的 联系到自己了嘛 于是呢 根据很多论坛啊 一些网友们 他们可能做这个进出口啊 外貌啊 制造也的 纷纷呢 贴出了一些最近的一些趣闻 比如说你看 说今天呀 有中东客户的巡价邮件 要求全部都抵视中国产灵部件 由中国生产组装 直接呢 从中国运过去 然后 你瞧 你说海运物流公司 也必须是中国的 轮船上所有的船员 也必须是中国籍 对吧 那假如有外国籍 他给你把里边灵将给你 话了你也受不了 说初中时呢 有人说初中时啊 法国世界杯期间呀 打电话 竞猜 赢了一台BB机 还送了一个月台费 后来呢 自己交了一个月费用就停了 他人说 我有预感呢 华为在中东的销量会大涨 说实话 你现在去买个巡空机 在中国产 也不太好买 中国应该 没有太多公司啊 去生产这个东西了 当然有啊 像这期节目 咱们也提到了 像医院什么的 偶尔还会用 他说有预感 华为在中东销量会大涨 主要用的还是谷歌地图等等这些东西 他不会说呢 哦 华为所有零物件 都是在国内生产的 所以呢 我就用华为 因为这个命更重要 但问题是呢 真拿过来 发现里边都使不了 对不对 很多这场APP 发现都不支持 那怎么办 那也很麻烦嘛 所以说实话 华为东西啊 会比老贵的 可能也就国内这帮人啊 很多人就是无脑吹华为 觉得华为就是救世主 什么就是万能啊 什么都可以做 其实不是啊 呃 你要知道像中国去年 芯片进口最多的公司是谁 其实你发现可能前几名还是有华为 就是华为的很多中低端机 他用的呢 还是这个国外采购的芯片 他并不是所有零物件呢 都是中国生产的 就比如说吧 你像呢 去年啊 卖的最火的华为 Mate60 Pro 里边的镜头 纯感温器件呢 我记得好像用的是索尼的 还有另外一款 就是用的是这个 好像是国产的吧 就是他也是混合来用 你要知道 百分之百 美国罗斯蒂 美国温器件呢 说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几乎也是不现实 而且没有必要 为啥呢 虽然这次爆炸呢 它是在组装这个阶段里面呢 预埋了炸药 所以简单来说呀 如果你想确保它是安全的 就是硬件是安全的 你只要要求是中国最后组装就可以了 然后组装完 从中国直接运给你 中间的船运啊 什么什么什么空运啊 我不管啊 反正是中国组装 中国直接运过去 这个基本上就能保证 它是百分之百的安全的 对吧 那怎么能吃饱 说我在零物件阶段 就给里面预埋炸药 那你说我们组装是我们傻 我瞎是吗 你卖炸药了 看不出来 那不可能嘛 所以说这个觉得华为 因为这个事呢 能在中东销量大涨啊 那是一厢情愿 因为确实第一 你要真是纯鸿蒙的next的系统呢 中东人舍不了 跟他们使用习惯是不相符的 你说我 我用你华为的这个手机 是吧 用鸿蒙next 我上推特 上Facebook看不了 用不了谷歌 那不开玩笑吗 是不是 你跟人说啊 我们这个华为里边 有华为资源的 素素引擎 你为什么不用啊 那人就是不用嘛 你跟使用习惯不一样 他这是一整套的生态啊 什么账号啊 相册呀 什么通讯录啊 都在里头啊 好吧 买华为 也并不能达到很多人想象的 说每个零部件 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那推特Q74 就是组装在中国生产 那这个覆盖盘大得去了 什么Ovo 小米 对吧 什么什么微博 那都行嘛 他说 虽说苹果呢 不一定炸 但是暂时呢 一定能让你啊 给成本砖 是这样的啊 苹果等等啊 他们的系统呢 在中国都是有 他们的中国服务器 所以美国理论来说 他不太可能 通过此类方式啊 远程要供中国的 苹果手机 直接呢 变成板砖 不太可能啊 当然我这么说 很多人也不信 放屁啊 看看这个评论 有人说呢 沈亿老师 说的一句话 用在这儿非常好 有人说 你拿什么 跟美国标准去拼啊 就美国做标准 算是世界一流嘛 欧洲也是啊 我现在就有了 第一条标准 咱们的不会炸 这也是事实啊 因为咱们中国呢 一般来讲 不会把这种 在商严商的商品 给你跟政治挂钩 在以色列说话 这事办的呀 就有点无脑 为什么呢 它毕竟是一个 大型的这种 军发财团一样的国家 它对于经济发展 可能缺乏一些品牌概念 所以它可以随便 往苹果手机啊 什么里头 去买这些东西 但是你不想想 人家这些 都把自己资本家 卧槽 你不坑我吗 是不是 人也不乐意 你跟库克说 我给你苹果手机里头 买炸药啊 行不行 那肯定不行啊 是不是 你不坏小品牌呢 当然苹果就拿国家 拿这个 整个苹果公司的实力 去给你以色列死磕 这你也受不了啊 所以咱们这边呢 一般来讲 就是你买我东西 对吧 那这个生意 要长久的做下去 我就要讲信用 所以我也不给你 凭什么标准 我只能保证 我给你的东西 不论是好人坏人 对吧 你喜欢我都不喜欢我的 我给你的东西 它要实打实的 它只是个商品 我不加任何政治要素 这是他们中国 不过一贯的态度啊 所以有人说呢 你看爆炸发生好几天了 结果以色列呢 这边也没有啊 直接进攻啊 整个利班嫩 说已经知道恐慌了 为什么直接打军北上呢 可以对珍珠党呢 进行这个离庭扫穴 一样的攻势 他说如果说啊 后续没有这个 跟进的一些军事行动 说那么呢 以色列军队 这次把自己 和整个西方制造业的名誉啊 呈进去 就成了个大笑话了 等于呢 把被失业大战 准备的压强底的武器啊 拿出来当二踢脚给放了 因为是美国嘛 说啊我这招不知道啊 这个我我我我 这个方案呢 我们规划过类似的 我们15年前就规划完了 但是我们一直没用 为啥呢 哎我们美国人心善啊 这不是心善了啊 就是他们要考虑自己的 这个品牌价值 是吧 你把这个各种品牌 西方的品牌 都搞臭了 对吧 搞坏了 以后没人敢用了 你说谁吃亏 对吧 还是你们自己吃亏嘛 所以美国啊 和以色列在这方面想的 问题都不一样 以色列呢 管什么品牌呢 反正也不是我的 如果只要能达成我的军事目的 政治目的 我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这个中东人的人口基础啊 也很多啊 你别小看他们 那以后你这么一搞呢 所有这个跟美国呀 西方啊 阵营可能不是那么对付的 他们都要考虑个事啊 比如非洲吧 非洲也是吧 有些什么小军阀啊 之类的 跟西方呢 可能也不对付 甚至不是军阀啊 就是跟西方价值观不对付的 他们都会考虑个问题 那假如哪一天 对吧 我这边呢 被迫要和西方 四破脸 说西方不喜欢我 对吧 不行 不喜欢我当总统 不喜欢我当大清军 那我还敢不敢用啊 西方产的东西 如果不敢用 对不对 我怕被炸死 那怎么办 那只有买中国的 还有人这个信写的是什么呢 说嗨 说我们说 寫英文邮件嘛 说我们需要百分之百 中国制造 甚至运送他的 该死的这个船 也得着中国的 你们放一些什么俄拜的 什么这个 Rite Grants 不知道他犯成红卫兵了 其实不是啊 就是什么红索警卫 一种刻板印象的一些东西 他们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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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继承的前苏联的一波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一些武央力量 就得红色的什么东西 红色的Rite Army啊 什么红色的保安啊 警卫 放点什么红色的保安警卫什么的在上面 对吧 无所谓啊 我们给他 我们会给他付钱的 如果只要你确保啊 他们不会被暴露在任何西方人能接触的这个图形上面 还是翻出来 当然升高线 还有审议那边贴的嘛 说特朗普在马斯克直播中使用的这个品牌 直播品牌中电宝 是这个中国产的 中国品牌叫安克啊 终于知道为啥特朗普使用中国充电宝了啊 他也没法炸死 对不对 最近竟被暗杀了 你是不是哪天民主党啊对吧 是美国产的 给你远程遥控网喷 炸了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啊怎么说呢 中国的品牌价值啊 还真是因为这个事情 迎来了一个颇天的富贵和转机 希望能好好抓住吧 你说懂王啊 我可能不懂产业链 但我一定比你们更懂美国 今天先别说这吧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传言推荐一下三连 谢谢大家